大家好,歡迎來到 使命就是聖靈更新,活出聖經,合一榮神 我們邀請你加入我們的discord討論區 今次我們要分享的內容放在宣教專頁 我们继续讲非拉铁非时代 仍然是第一次大觉醒 我们之前有一节也已经讲到这个表 我们开始就会进入去第18世纪的世界 我们继续讲下去 这里就会开始讲到美国13殖民区 独立之前各个殖民区 就占次由欧洲移入很多殖民者 而最早就在南部在1607年建立的维珍尼亚 名字就是纪念独身的伊丽莎白女王 就是奉盛她的 而殖民者多数都是倾向清教徒的英国国教徒 而到后来 英王查尼一切就意图恢复天主教 所以就在维珍尼亚的北部 就挖出了一块地给天主教徒 就是马里兰 而在维珍尼亚的殖民区 上流社会的教徒因为渐渐有钱起来 成为了贵族式的英国国教徒 而下阶层就成为了贵革会和浸讯会的信徒 贵革会和浸讯会里面都有不少 是因为遭到迫白而走到去马里兰 因为那里还比较有宗教自由 因为为了保障人数较少的天主教徒 所以这个马里兰 这个地方就是颁布宗教自由的政策 而在北部 殖民国区统称为新英格兰 而其中包含了美国最东北方六个殖民区 就是以分离派公理会的宗教理念而建立 而最早来的就是踏成五月花号的那101个殖民者 就是由威廉布列特福去领导 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 就在1620年的冬季就来到新大陆 为了纪念家乡 所以他就将相案处名改名叫做普利茅斯 就是这里了 普利茅斯就是在海边的一个大城市 而他们就坚持会众制的教会行政的概念 因而就脱离了英国国教 美国建法里面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 就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而这个原则的起头就是由美国第一间浸讯会的牧师 罗杰·威廉斯这个人在罗德岛所实施 威廉斯在英国就是一位分离派者 而在碧巴中他就过了海 去到1631年就来到麻萨珠塞的波士顿 他漸漸反对殖民政府对教会的干预 又公开反对无偿侵佔印第安人的土地 终于引致到麻省总法院在1635年下令将他递戒回去英国 而结果他就走到去罗德岛所在 拿拉江塞湾区的荒野 等到他先前就学会那些拿拉江塞湾的地方的印第安人的语言 而受到他们的接待就渡过了难关 而之后就有一些他先前的跟随者就过来和他会合 他们就在1636年的6月就向印第安人买了 现在罗德岛州首府普洛维登斯这个城市的这块地区的土地 就在麻省的管轄之外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区 而他执政的原则就是一个平等的民主 完全的宗教的宽容和政教的分离 他也都在1639年就在普洛维登斯建立了第一间的美国浸讯会 就由他的朋友先为他施一个全浸礼 然后他就再为其他人去施浸 这个就是教会 他的宗教宽容政策就在教会历史当中创了先例 在他之前有短暂的宗教的宽容 但他的殖民政府是第一个以宗教宽容为基本原则 而在美国的宽法里面 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条文 也都无疑受到威廉斯在罗德岛的政策的启发 而查理二世1600年复辟之后就论功行赏 将新大陆土地赏赏给他们 这些殖民区就称之为复辟殖民区 就是位于马里兰和新英格兰中间的地方 包括有现在的纽约、新扎西、宾夕凡尼亚州等等的地方 另外有南部的南和北卡来、纳州这两个地方 这些殖民区就是为了吸引一些移民 所以就在宗教上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 所以他的居民是有着很多不同的中派背景的 种族上也不仅只有英格兰 其实还有苏格兰人、有爱尔兰人、有荷兰人、还有德国人等等的 而在1681年 宾威廉就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政教分离的政府 在开拓新英格兰殖民地的都是一些灵性坚定的清教徒 但是到他们的宣辈的时候就几乎失落了所有的热城了 在18世纪初期 美洲的宗教生活是沉陷在一个可叹的低潮的光景当中 但是在这个时候 殖民地的属灵情况就有急剧的改变 而这个就是所谓的熟灵大觉醒了 而一系列的粉兴的聚会就在殖民地各处去展开 美洲熟灵大觉醒和英国的秦里派运动是同时发生 亦都因为受到德国敬虔主义和摩拉维亚帝兄会的影响 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亲神多夫和约翰维斯里 首先这个第一波的复兴就是1720年间 第一个著名的粉兴传道者 名字叫做富帅林浩生 他就是新泽西拉尼丹谷的荷兰改革宗教会牧师 是一个德国敬虔主义者 他就反对单单注重外表、宗教礼仪和表现 富帅林浩生他是热情澎湃 开始宣讲内在更新的需要 同时指导一些为务道友而设的福音性的祈祷聚会 而到了1726年他火热有力的报道 也都带出了明显的果效 教会也都增加了很多新人 而其他的教会就听说也都邀请他去港道 于是复兴的火也都从拉尼丹谷就向外燃烧 另外一个人的名叫做田能特 他就是一个拉尼丹谷一间长老教会的年轻牧师 他的父亲就是叫做田威廉 就是宾复法尼亚木屋学院的创办人 这个学院是训练牧师为创校宗旨的 而田能特就是受着富帅林浩生的啟发和帮助 就令到英国和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复兴 他博学多文以流利和幻想丰富的言辞 吸引了很多广大的群众 他的港道加上木屋学院的校友的努力 復兴之火就好像野火那样在长老教户里面燃烧起来 就从长岛一直燃到维珍尼亚州 而在新英格林的大角城就是由爱德华兹所带领 他是美洲殖民地的杰出知识分子 是在美洲当地出世的伟人之一 而他父亲就是一位公理派教会的牧师 他17岁就毕业在耶鲁大学 在1727年就成为 麻萨珠塞中部不安普顿城一间公理派的教会牧师 好,那我们今节就讲到这里 我们之后就会继续去介绍 爱德华兹和大角城 好了,那我们今节就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帮助一点 我们的字幕 李宗盛 来%,我们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